全身上下真的是看着老可怜了 受不说关键他的身上全部结满了冰 在雪地里面走的你看这后腿上 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去年冬天12月13号 在冰天雪地里面 我们遇到了一只巨桂 就是特别可怜 全身结满冰了 而且身上骨瘦如沉 让大家记不记得那只狗 现在那只狗找到主人了 是五腿山一个师父养的 这个师父很喜欢狗 然后就是从小养到大的 结果被人偷走了 偷走了刚好被我们遇到了 我们救了回来 然后今天师父就是把狗狗也带回去了 然后我们给他请名叫雪儿 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同时我也去师父所住的地方看了 师父很关注了好几只流浪猫 在他们家里面的环境特别干净 然后雪儿在他们家也过得特别幸福 是出去玩去了 被别人偷走了 然后是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雪儿已经回去了 我真的希望家园里面的每只狗狗 都能找到合适的主人 能找回他们自己的主人 对他们好一点 但是也有像雪儿这样的 真的是寥寥无几 下来我们家看一下 雪儿的主人 是有个家有个师父 是和谐的有个师父 现在家里 哎呀 看雪儿亲的 哭一场吧 哈哈哈 亲的亲的 然后雪儿回家了 就是送回来了 认识你看亲的 泡了好多 去我那的时候只有不到40斤 现在60多斤 他还是喜欢吃狗粮 我们跟师父在一起不能吃带肉 没有狗粮他不属于肉 他狗粮就跟人那个玉米面什么一样做的 看师父养的猫 带练身体的 师父除了狗还养了好多猫 那个狗也是流浪狗吧 雪儿也是流浪狗吧 对我是照顾你们准备的手串什么 你 看这猫 我们把猫 今年是你 带练身体了这这 今年就是半小的 这都是 有一部分是别人丢弃的哈 谢谢 你试一试 这个这个是丢弃的 我妈两不赖的 那个女孩戴着女士戴着方便 她小也合适吧 好多猫 五只吗 嗯 无力还有两个呢 看那个猫带练身体 你带练得多舒服 等他呢 雪儿走到家了 也就开心了 这几天一直忙着 我说上来呢 也没时间 师父说下去 我说家里面有病毒 也没下去 今天正好有时间了 他跟我说 我还听到 他跟我说 我都不能吧 嗯 哎呀 看这舒服的 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这这猫过得幸福的 那今天 那今天可以喝点烧椰 喝点烧椰上火 咦 咋不玩了 我家小爷杀火 我给杀 家里面有没有 拿好啊 给你玩好了 看这猫玩得开心了 我让奶奶去买买 帮你快快快新凉吧 喝几只呢 嗯 你看我闺女 这叫蓝豆 蓝豆 猫能听懂名字吗 也能听懂 也能听懂名字 叫蓝豆 那是蟲女 对 蓝豆 蓝豆 我 我